外套毛衣围巾冷冷的贴 保暖衣物不离生 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天气从干冷转为湿冷 今天明天主要在中部以北地区 东半部地区南台湾的山区这部分 都有可能会有降雨出现 那以雷达回波也可以看到 现在的形势其实刚刚云量很多 但实际上有比较剧烈的降雨情形 这个状况是比较没有的 湿冷天气持续到周三 二十八假期太阳公公又初来报道 二十八号二十九号天气回暖 但周六又要冷一波 接着呢就是三月一号三月二号 这段期间是第二波的冷空气的影响 第二波的冷空气目前预计的强度是 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变动还是有的 一台台高速晕酸电脑正在运作中 七项鼠第六代高速晕酸电脑正式启用 运算速度比上一代还要快七倍 在世界前五百大高速运算电脑排名第六十九 台湾的各个地区 它其实它的这个温 不管是温度啊雨量的变化非常大 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乡镇 县市里面的乡镇 以及各区都能够提供相关的资料 加强我们对于区域天气或气候现象的解析能力 因科技趋势气象鼠也将导入AI天气预测技术 天气预报更精确 解析度从原先的三公里加密到一公里 未来遇到台风天也有望能够延长预报时效到十天 预测效能预报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 美食新闻李冠言凯台北报导